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别的合适 打开来呢 是这样子的 我的化妆品都在里面 已经给你们看到了 就是上面这一层 它有这种网布袋 所以你可以放刷子啊 小工具之类的 下面就整个就是装化妆品 我已经装的满满当当了 要让我把它放在这里 你们放心 我会小心的 被上蜡烛刷到我的化妆包 我会很小心的 这个蜡烛是之前Fiona送给我的 这是我第一次给她 给她一个上镜的机会 好 首先我想先讲 你们刚刚都看到这个 这个是我这次戴的 唯一的一盘眼影盘 它是我的一个Z-Palette 如果你也是彩妆控的话 你应该对Z-Palette不陌生 Z-Palette其实就是一个空盒子 是这样的 然后它里面呢都是 你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 单色眼影进去 这个Z-Palette我买的是 这个小盘的 就是能放九个眼影的 就是旅行带这种小盘的 非常方便 然后你知道我用了什么 单色眼影的话 我把它们的型号的 更新到我的info box 但是我先跟你们讲 单色眼影真的是个坑 因为你买了一个之后 或者是这个Z-Palette是个坑 因为你买了之后 你就想要把它填满 你就想把你所有的 其实全部把它挖出来 放到这个眼影盘里面 很多颜色都已经有点出坑了 你们看出来吗 我给你们看我今天的妆 我今天的妆就是 我用手遮一下 因为这样子看 你们觉得我的眼影不对称 这样就会比较能看得出来一点 因为我的光源的问题 你看它的妆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是用这个眼影盘画的 这个眼影盘怎么能买到呢 还不到 因为这是Raini的眼影盘 天啊疯了 你们会把颜色都不要瞎瞎啊 你们不会感兴趣 你就买这个配色吧 唯一的不好就是 Z-Palette里面有镜子 所以你要单独带一个 它都是带这个磁铁的 或者是Z-Palette自己买的时候 它会带一小包磁铁 所以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背后 这样就好了 我知道你们会问 所以给你们展示一下 好 接下来跟你们说 我这次带了三个口红类的产品 就是唇膏 然后我今天其实用的 也是这里面的颜色 你们猜我用的啥 你们应该猜不到 因为我是把这两支搭在一起用的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了180万次 这个娇兰的小黑裙唇膏的003号 是一个非常漂亮 我手上还有昨天的口红 这时候就是口红失色太多 就是手上永远都不是干净 手上都擦不掉 特别好看的一个西柚橘色 它非常提气色 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旅行的话 因为要上镜嘛 我还是带一些比较明亮的那种颜色 那样子你想出去旅行 穿个裙子在阳光下 然后一笑就嘴巴是红 就很好看嘛 我就肯定挑了这个颜色 然后我今天的嘴巴 就是查了这个颜色做底色 然后用这个在中间点了一下 制造一个这种有点橘红色的嘴唇的感觉 这个是Armani的小胖钉 我带了两只这个小胖钉 一个是401 这个是一个大红色 建议你们旅行带大红色 因为大红色真的非常上镜的 就是非常提肤色 这个401这个大红色 你看超级美 我看是有点发那种霉粉色的大红色 所以你轻一点嘴巴中间 就是它就有一点霉粉色 特别就是显肤白 然后而且这个小胖钉的系列 它是一个染唇液 就是染唇液一样 它就比较持久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 这个是507号 这个可能我觉得不会适合很多人 因为这个颜色有一点暗 就是那种暗的霉粉色 这个颜色就是 如果你看我的穿搭视频 我的Look 5 就穿一个那个霉粉色的 Off shoulder的那个上衣 然后就配了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跟那个上衣 简直是完美的融合 因为这个小胖钉的缺点 就是它太持久 尤其是这个401 好 接下来跟你们分享 我带了三个底妆类的产品 这种管状啊什么的 就非常小小非常方便携带的 因为你去旅行 不可能带那种 就是粉底液玻璃瓶什么的多重 所以我这五天都只用了这两个东西 这一支我没有用上 一个是这个orbis的这个隔离 我在上一个爱用品视频里面 跟你们推荐过 它真的很好用 这个是一个润色的隔离 它是唯一的用了一款 既跟我的面霜不搓泥 又跟我接下来的底妆 不搓泥的一个隔离霜 就它夹在中间 但它不会跟任何就是面霜啊 粉底去反应 又好推 然后又很轻薄 我真的很喜欢这款隔离 SPF34有PA++ 然后这个隔离上完之后会上这个 这个我真的是 我买了之后 没有怎么好好去用它 因为我发现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是一个就是underrated product 这是一个BB霜 它是叫做baby pink这个牌子 其实在日本的drugstore 就什么美妆啊什么 就是还蛮有名的吧 很多就是大奖的第一名 也是一种奶油陶瓷机的感觉 这个BB霜它挤出来 我的色号是01号 它是有一点点白的 你们看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跟我的肤色特别融合特别好 我的手背上是你们应该看不出来 我会找一下如果拍了vlog的片段 就是由我上妆的那个效果 我会给你们看 因为我真的是五天 这个BB霜 它的妆感特别特别漂亮 就是那种陶瓷奶油肌的妆感 它的持妆度也非常好 而且还有SPF41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跟这个叠在一起 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 真的我觉得就是双重防护 我不知道SPF能不能叠加 反正我就这么做了 又不错你 妆感又漂亮 而且我也没有晒黑 我也把我所谓长到的产品的信息啊 链接 然后都会放到我的info box 我一般给的就是这种不太容易买到 不因为不容易买到 连你都会给amazon的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亚马逊上买 我去找一下 然后如果你去在国内小伙伴 我讲到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淘宝 什么搜索一下就好了 妆讲完之后讲一下定妆 我自己带定妆的东西 就带了这两个 这个刷子之所以落单了 之后放到这个外面 是因为它太大了 放不进那个上面这个夹层 这个里面 它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把刷子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你看都已经给我用得好脏啊 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 就是九哥家的梨花白系列 整个系列真的是我从三年前买的 就是我使用率最高的一套的系列 很喜欢 然后我搭配的就是这个定妆粉 这个之前给你们视频里看到 你想知道我现在用到什么样了吗 给你们看 其实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把它用完了 现在都已经变得很难取粉的 这个一个状态了 这次旅行也是每天都用它来定妆 它也带一个这个小镜子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到包里面 平常拿出来补补唇彩啊 补补口红什么也很方便 好 接下来跟你们分享两个 我带的修容类的产品 这是我次带的唯一的 就是correcting或者修容类的东西 我觉得我超喜欢用这个 这个真的是我天天都在用 你看包装都很这样子了 这个是Calvin的一个contour duo 它就还是这样子的 他们用来修鼻影的 然后这个KA的修容 因为单独一块卖很贵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duo 但是我发现它真的旅行特别便携 它是一个这种纸盒 虽然很多人说这个纸盒没有质感什么什么 但是我自己用我觉得特别方便 又方便又好用 而且它的价格真的比 它买一块正价的就修容又便宜很多 但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 KA的修容的粉质 真的就是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buttery 它的上色度特别特别的强 就真的是随便你轻轻一擦 就非常非常上色 所以如果你要用它修鼻影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手轻一点 那我今天的鼻影 我这边光线在这边 你们应该看不到 这样一个看得到 我今天的鼻影就是用它来上的 而且它这个提亮的颜色 是一个肉肤色 我今天有上到我的鼻梁上 你们可以看得到 一点都不会夸张的一个提亮 我觉得这个套组特别值得买 而且很便携 还有个小镜子 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类勾神器 然后它又很方便携带 我觉得这个带得特别好 这是Tarte的 叫做CC Corrector 如果你也是有 就是深的黑眼圈的话 就是专门就是放在你 就是发黑 发青的那个地方 用手这样点一点 只要就放在你这个黑黑的地方 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好用 除了它就是有点贵 这个小小一块要30多刀 我带了一副假睫毛 是这样的 我就用很有点恶心 我建议 一般这种假睫毛的盒子 比较方便 就是它底下还会有一个 这种夹层 就里面可以放那个胶水 就把那种小小的 它自己都会带一个胶水 所以觉得很方便 也不会担心你的睫毛给压坏 然后带了两个这个 这个之前跟你们说过 就是这个 上一个爱用品 一个是Sir2的睫毛夹 好夹 质感又好 然后一个是这个 Kiss Me的睫毛膏 我这次带的是这个 渐变款 这个是线长和卷翘的 也很不错 这两个配在一起特别好用 然后最后呢 我带了两块 肯定是有我这个 超级万年喜欢的 这个Melon Pop 就是小橱橘腮红 这个是欠臂的 它真的是又小 又可爱又方便 而且它真的是配合任何 我今天继续有用它 你能看到吗 我都光线有点太强了 所以每次都要这样 给你们看我脸上的妆 多么的春夏呀 所以它就是配合任何 就是这种蛋蛋 给你一种蛋蛋 就是少女般的脸色 另外一块腮红呢 是这个 可不可爱 小不小 这个是NARS的 叫做Glue 这个可爱的小彩虹 这是去年那个 birthday gift Sephora的birthday gift 生日礼物的时候送的 其实这个颜色比较适合秋冬啦 我带它完全是为了配我这个 这个唇彩 你们觉得它们两个配得很好 我得给你们看一下 哎呀我的手 不该带这个手脸 这个虽然看起来很暗很红嘛 然后你把它擦开了 其实也一个蛮漂亮的 一个梅 梅子色 还蛮好看的 然后接下来呢 给你们看 里面就是这些笔状的东西 我还带了一个这个单色眼影 但是其实我没怎么用上 但我觉得如果你去旅行的话 带一下也蛮好的 它金属感那种 闪闪bling bling的颜色 之前有跟你们推荐过这个颜色 我这个有点干掉 但你们能看到 有点bling bling的 好接下来跟你们说 这些笔状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要讲完了 这笔状 你看我家里这么多只笔 每一只都很有用 每一只都是我的宝宝 先给你们讲 这个名材笔吧 这个是L'Oreal的 叫做Lumi Touch吧 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般般 所以也没有跟你们推荐过 你们看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们都把它旋出来一点 然后它擦起来吧 是这样子的颜色 就是它就是提亮你的眼下嘛 因为我去旅行 我没有带遮瑕 到了下午的时候 会有点点卡纹 所以它的质地不是非常的细腻 就是这个L'Oreal这个名材笔 没有我之前用的 YSL名材笔好 然后呢 我给你们讲这些笔状的东西 哇这个眉笔真的是 宝金风霜 开架好物 第一集跟你们推荐 这是眉笔 你们还认识它吗 它的字已经完全被我磨眉了 这个眉笔特别精用 那就是美宝林的这个眉笔 它一头是这样 哎我的手已经完全乱掉了 我的腿上都是口红硬 这边选出来呢 是眉笔 然后这一边呢 是一个海绵的一个sponge 这个是眉笔 这样的 今天的眉毛是用它画的 给你们看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蛮自然的吧 怎么样 你怎么能检验一个彩妆品 是你喜欢的呢 就是它上面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就是你喜欢的 他今天也跟你们说 哎这样挺好的 对 跟你们说这是四只笔状的东西 我带来这两只眼线笔 这两个眼线笔呢 也是我之前那个开架好物里面 跟你们推荐过 一个是这个 Phesicians Formula的眼线笔 又流畅又好画 真的超好画 这个眼线笔 然后这个四号是Ultra Black 你们不要买Black Black就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好看的 买Ultra Black 超好用 还带来一个是这个 这个两块多钱 这样子的 但它出水量什么的 也还都不错 所以带两只眼线笔 怕有一只没水了 对 这个是Essence的 这个是Phesicians Formula的 是我 by far我觉得 用过的Drugstore 非常好用的眼线笔 我现在眼线笔都已经 开始用Drugstore了 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 花二三十到去买 那些High暗的眼线笔了 因为这些是一样的好画 一样的好用 尤其是这个 我永远会够下去 我超喜欢 然后接下来讲 最后是两只小笔 这两个都是棕色的眼线笔 一个是眼线胶笔 是下面这一只 这个是Essence的 这个Gel Liner 另外一个是这个 CLEO的 是这个韩国的牌子 的眼线液笔 这个眼线液笔 很久以前吐槽过 但是因为我快 我想把它用完嘛 就觉得还是不要辜负它 但是我用它来画下甲睫毛 就是用它来画那种 Fake Eyelashes 下睫毛 就是还蛮好 就还蛮好画的 就发现了它的用处了 忽然它有点 变废微薄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Essence的眼线胶笔 抱歉 我这手上都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也想给你们 试一试看一下 胶笔就是一个棕色的 它是Waterproof的 我用它来画这个下眼线 我今天就用它来画下眼线 但是我会用那个棉签 把它给smudge一下 就把它给晕染开 然后呢就没了 就是这些了 就这些东东 就是我最近带来这些刷子 但是我就简短的 跟你们讲一下 每一把我带它都很有理由 而且都是我自己 拥有特别得心 那种很喜欢的刷子 我帮它做命点 大面积的这种 晕染刷带了两把 一个是这个 我超级经常用 这是之前淘宝 淘宝上买的 它都已经被我用成这样子 都有点炸毛了 这种大面积的 这样晕染 扫眼影的 很好用 下来这把晕染刷 稍微小一点 这个是SIGMAN的E38 也是一个这种 Diffusing Brush 就是Diffuser吧 这样 它比较软一点 稍微刷粉力 没有那么强 但它用它来 晕染这个边缘 也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这个E38 这里面所有的 型号刷子 我都会放到我的Info Box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就是各个功能 我都带了哪把刷子 如果你新手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必备的这些刷子 我都带哪些 我喜欢用哪些 这个笔影上是 MAC的275 这把刷子 这把刷子好有名哦 是一个这种 马蹄形的刷子 它用来刷笔影 就是配合我刚刚说的 开往矿的鼻影 就超级的合适 这样刷下来 超合适 喜欢 这个是专门用来 配合我刚刚说 那个肋钩神器 就配合这个东西来用的 就是我会沾一点 它是一把这种 小小形状嘛 然后就放在我 这个肋钩的地方 然后再把它 轻轻这样子 给它blend开 这把是Sigma的 Consealer Brush F70 然后呢 是专门用来放 那种大面积的颜色的 它是那种大的刷子 而且这个刷子的刷型 很像MAC的217 它也可以用来刷笔影啦 就这种刷型 对 所以就带你把 这个大的眼影刷 然后小的眼影刷 当然是这个 这个是我随便拿的 这也是之前 很久以前淘宝上买的吧 是这样子的 就是扁扁平平 很密的这种小眼影刷 用来叠加 后面这个深色的晕染 这么一把小刷子 专门用来刷这个后面 晕晕 用来周庄 这种大刷子 也给它晕晕 随便搞一搞 好 这个是一把那个小钢书 用来梳开睫毛的 是在Sephora就能买到的 而且它特别便携 小钢书之后 再也不想不去 用那些塑料 那些东西根本就输不开 我非常推荐 如果你在北美的话 Sephora就能买到 10块钱一个吧 但是真的超方便 然后里面还有一把这个 这个是我用来刷 腮红和修容的一把刷子 这个刷子是 加拿大的一个牌子 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 99%的人都买不到 所以我就简单再过 很喜欢扇形的刷子 扇形刷子 你又可以用它来刷腮红 然后这种扇形刷子 你又可以用它这样子 让它来刷那个修容 然后呢 最后还有带两个小钢钢 一个是这个皮筋 哎呀我真的是 我这次旅行带的 这一根皮筋 我真的 我觉得皮筋 是这个世界上 最容易消失的东西吗 所以你们都多带几根 不像我一样 只带一根 多带几根 因为 对 这里就是带了一个 这个眉夹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Tweezerman的眉夹 因为就可以修修眉毛 什么的 好了 这个视频好长哦 这有化妆包里面 带到所有的东西 跟你们分享一下 希望你们觉得有用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好吧 不知道你们假期要去哪里玩呢 你们可以在弹幕啊 评论里面告诉我一下 你们要去哪里玩呢 对 然后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 假期开心 我让国内小伙伴 可能离假期还有很久啊 但是我先这么说啦 祝你们假期开心 然后呢 好吧 没啥了 这个就是这期视频的 全部电容了 如果你觉得有点帮助的话 麻烦你给我点个赞 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大家对我美好的一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